今天想分享一下舉報拒載的士群組看到的帖文 這個人說今天家庭聚會 烏溪沙站去白石BBQ Shuttle巴士滿了有沒有綠滴 這個情景我也有餘的 綠滴龍是很長的 而很多人都去白石的烏溪沙 因為這是最近的電視站 他就說連續三格 我想他分了三格的士 第一個就說不認識 然後開了Google Map教他 他都到處鬥 第二個又說不認識 然後又說是市區斜 第三個就說新年不想吵 那大家看到烏溪沙去白石BBQ的場所 都是兩公里 有機會跳一跳 所以都是27元30元內的路程 所以你就會理解到 為什麼市區的士 可能拍了20分鐘30分鐘 最後得到這個27元的路程 他們會不想去 那這個情況 剛才也說過 其實我自己也有遇過的 就是去到烏溪沙站 發覺一條空的龍很長 綠的就沒有車 然後一條人龍很長 那最後呢 你的確確 那我在站尾的位置 那就是有個乘客 他就沒有問頭幾天 他就說我是最尾 他就問我去不去白石 那我就說OK的 隨便都沒有所謂去 那就是 那因為根據法例 其實如果是在這些 新界的紅的站 就算去一些新界的地方 其實紅的在法律上 都是要去的 不過呢 其實 我想那些紅的 其實都等了很久 我想在這裡 等到一個出九龍 出沙田的客人 都應該等了很久 那 所以 法理上 這些乘客是對的 都 道理上 他都有在 但是 從人情世故上 如果我看到他們 那些紅的 等了那麼久 其實我都 不好意思想的 你去坐一輛紅的 我想你很大機會 都 不會有一個 好好的服務體驗 那就是 是 不過 如果 不過 駕駛的士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那客人去哪裡 你都要去的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 所以我都會照去的